欢迎收听有声剧《红楼梦》 本书由视听书院制作 第七十一回 贤戏人有心生贤戏 鸳鸯女无异欲鸳鸯 话说贾政回京之后诸事完毕 次嫁一月在家歇息 因年景见老势众身衰 又尽因在外几年骨肉离异 今得艳然富聚于亭氏 自觉喜性不尽 亦因大小事物一概亦发富于度外 只是看书 闷了便于青客们下棋吃酒 或日间在里面母子夫妻 共续天伦亭为之乐 因金岁八月初三日 乃贾母八旬之庆 又因亲友全来 孔炎宴排射不开 便早同甲设计甲针甲连等商议 亦定于七月二十八日起 至八月初五日值 荣宁两处齐开炎宴 宁国府中单请官客 荣国府中单请堂客 大官员中收拾出坠井阁 并加印堂等几处大地方来做退居 二十八日请皇亲驸马 王公朱公主 郡主王妃 国君太君夫人等 二十九日便是阁下 都府 都镇及告命等 三十日便是朱官长及告命 并远近亲友及堂客 初一日是贾舍的家宴 初二日是贾政 初三日是贾真贾脸 初四日是贾府中 合族长幼大小共凑的家宴 初五日是赖大 林志孝等 家下管事人等 共凑一日 自七月上旬 宋寿礼者便络绎不绝 礼部奉旨 亲赐金玉如意一饼 彩断四断 金玉还四个 躺银五百两 元春又命太监 送出金兽形一尊 陈香拐一只 迦南竹一串 福寿香一合 金定一对 银定四对 彩断十二匹 玉杯四只 愚者自亲王 驸马 以及大小文武官员之家 凡所来往者 莫不由理 不能生计 堂屋内设下大桌案 铺了红毡 将凡所有精细之物都摆上 请贾母过目 贾母先一二日 还高兴过来瞧瞧 后来烦了也不过目 只说 叫凤丫头收了 改日 闷了再瞧 至二十八日 梁府中 据玄灯结彩 平开鸾凤 入社芙蓉 生肖古月之音 通取月相 宁府中 本日只有 北境王 南安郡王 永昌驸马 乐善郡王 并几个 世交公侯应席 荣府中南安王太妃 北境王妃 并几位世交公侯告密 贾母等皆是暗品大庄迎接 大家思见 先请入大观园内 家印堂 茶壁更衣后 方出至荣庆堂上 拜授入席 大家谦逊半日 方才入席 上面两席是南北王妃 下面依序便是众公侯告密 左边下手一席 陪客是锦香侯告密 与林昌博告密 右边下手一席 方是贾母主位 邢夫人王妇人 带领游氏奉姐 并足中几个媳妇 两流艳赤 站在贾母身后势力 林之校赖大家的 带领众媳妇 都在竹连外面 伺候上菜上酒 周睿家的带领几个丫鬟 在围屏后伺候呼唤 凡跟来的人 早又有人管带别处去了 一时台上餐了场 台下一色十二个 未留发的小丝伺候 须于一小丝捧了细丹之街下 先递与回室的媳妇 这媳妇接了 才递与林之校家的 用一小茶盘拖上 挨身入联 来地狱游氏的侍妾佩奉 佩奉接了 才奉与游氏 游氏拖着走至上席 南安太妃 谦让了一回 点了一出 极庆细文 然后又谦让了一回 北敬王妃也点了一出 众人又让了一回 命随便捡好的唱罢了 少时菜已四线 汤食一道 跟来各家的放了赏 大家便更衣 妇入园来 另献好茶 南安太妃 阴问宝玉 贾母笑道 今日几处庙里念 保安颜寿经 她跪经去了 又问钟小姐们 贾母笑道 她们姊妹病的病 弱的弱 贱人腼腆 所以叫她们 给我看屋子去了 有的是小戏子 传了一般在那边厅上 陪着她姨娘家 姊妹们也看戏呢 南安太妃笑道 既这样 叫人请来 家母回头命凤姐 去把使薛林带来 再只叫你三妹妹 陪着来吧 凤姐答应了 来至贾母这边 只见她姊妹们 正吃果子看戏 宝玉也才从庙里 跪经回来 凤姐说了话 宝钗姊妹 与黛玉探春 相云五人 来至园中 大家见了 不过请安问好 让座等事 众人中也有见过的 还有一两家 不曾见过的 都齐声夸赞不绝 其中香云最熟 南安太妃 殷笑道 你在这里 听我来了还不出来 还只等请去 我明儿和你叔叔算账 殷一手拉着探春 一手拉着宝钗 问几岁了 又连声夸赞 殷又松了她两个 又拉着黛玉 宝琴 也着实细看 急夸一回 又笑道 都是好的 不是叫我宽 哪一个的事 早有人将备用礼物 打点出五份来 金玉戒指各五个 万香珠五串 南安太妃笑道 你姊妹们别笑话 留着赏丫头们吧 五人芒拜谢过 北京王妃也有五样礼物 愚者不必细说 吃了茶 园中略逛了一逛 贾母等 因又让入席 南安太妃便告辞 说身上不快 金人若不来 实在使不得 因此恕我 竟先要告别了 贾母等听说 也不便抢留 大家又让了一回 送至园门 坐轿而去 接着北京王妃 略坐一坐 也就告辞了 愚者也有忠习的 也有不忠习的 贾母劳罚了一日 次日便不出来会人 依应都是行夫人 王夫人管代 有哪些世家子弟拜授的 指道听上行礼 假设假正假真等 还礼管代 致宁府坐席 不在话下 这几日 游室晚间 也不回那府里去 白日间待客 晚间陪贾母玩笑 又帮着凤姐料理 出路大小器皿 以及收放赏礼事物 晚间在园内 礼事房中歇宿 这日晚间 服侍过 贾母晚饭后 贾母音说 你们也罚了 我也罚了 早先许一点子吃的 歇下去 明儿还要起早到呢 游室答应着 退了出来 到凤姐儿房里来吃饭 凤姐儿在楼上 看着人收送礼的 新围瓶 只有瓶儿 在房里 与凤姐叠衣服 游室音问 你们奶奶吃了饭了没有 平儿笑道 吃饭 岂不请奶奶去的 既这样 我别处找吃的去 饿得我受不得了 说着就走 平儿忙笑道 奶奶请回来 这里有点心 且颠补一点 回来再吃饭 你们忙得这样 我原理和他姊妹们闹去 一面说 一面就走 平儿留不住 值得罢了 且说游室 一静来至园中 只见园中正门 与各处脚门仍未观 游吊着各色彩灯 因回头命小丫头 叫该班的女人 那丫鬟走入班房中 竟没一个人影 回来回了游室 游室便命 传管家的女人 这丫头应了便出去 到二门外路顶内 乃是管室的女人 意识取其之所 到了这里 只有两个婆子 分菜果呢 音问 哪一位奶奶在这里 东府奶奶 必等一位奶奶 有话吩咐 这两个婆子 只顾分菜果 又听见是东府里的奶奶 不大在心上 音就回说 管家奶奶们才散了 小丫头道 散了 你们家里传她去 我们只管看屋子 不管传人 姑娘要传人 再派传人的去 哎呀呀呀 这可反了 怎么你们不传去 你哄男新来了的 怎么哄起我来了 苏日你们不传 谁传去 这回子打听了梯极信 或是赏了 哪位管家奶奶的东西 你们争得狗尖式的传去的 不知谁是谁呢 第二奶奶要传 你们可以这么回 这两个婆子 一则吃了酒 二则被这丫头 接挑着弊病 便羞激怒了 殷回口道 扯你的臊 我们的事 传不传不与你相干 你不用接条我们 你想想 你那老子娘 在那边管家爷们跟前 比我们还更会溜呢 什么清水下砸面 你吃我也见的事 各家门令家户 你有本事 还朝你们那边人去 我们这边 你们还早些呢 丫头听了 气白了脸 殷说道 好好 这话说得好 一面转身进来回话 游氏已早入园来 因遇见了席人 宝秦 湘云三人 同着地藏庵的两个姑子 正说故事玩笑 游氏 因说饿了 先到怡红院 席人装了几样荤素点心出来 与游氏吃 两个姑子 宝秦 湘云等都吃茶 仍说故事 那小丫头子 一静找了来 气狠狠地 把方才的话 都说了出来 游氏听了 冷笑道 这是两个什么人 两个姑子 并宝秦 湘云等听了 生怕游氏生气 盲劝说 没有的事 必是这一个听错了 两个姑子 笑推着丫头道 你这孩子好兴起 那糊涂老嬷们的话 你也不该来回才是 咱们奶奶万惊之躯 劳烦了几日 荒汤辣水没吃 咱们哄她欢喜一会儿 还不得一半 说这些话做什么 习人也盲笑 拉住她去说 好妹子 你且出去歇歇 我打翻人叫他们去 游氏道 你不要叫人 你去 就叫这两个婆子来 到那边 把他们家的凤儿叫来 我请去 偏不要你 两个姑子 忙力起身来 笑道 奶奶素日宽宏大量 今日老祖宗千秋 奶奶生气 岂不惹人谈论 宝秦湘云二人 也都孝劝 游氏道 不为老太太的千秋 我断不一 且放着就是了 说话之间 习人早又遣了一个丫头 去到园门外找人 可巧遇见周瑞家的 这小丫头子就把这话 告诉周瑞家的 周瑞家的虽不管事 因他素日 长着是王夫人的陪房 原有些体面 心性乖华 专管各处 献秦讨好 所以各处房里的主人 都喜欢他 他今日听了这话 忙得便跑入怡红院来 一面飞走 一面口内说 气坏了奶奶了 可了不得 我们家里 如今惯得太不堪了 偏生我不再跟前 若再跟前 且打给他们几个耳瓜子 再等过了这几日算账 游氏见了他 也便笑道 周姐姐你来 有个礼你说说 这早晚门还打开着 明灯亮灼 出入的人又砸 堂有不防的事 如何使得 因此叫该班的人 吹灯关门 谁知一个人眼也没有 这还了得 前二奶奶还吩咐了他们 说这几日事多人杂 一晚就关门吹灯 不是园里人不许放进去 今儿就没了人 这事过了这几日 必要打几个才好 游氏又说小丫头子的话 周睿家的道 奶奶不要生气 等过了事 我告诉管事的 打他个臭死 只问他们 谁叫他们说着 各家门各家库的话 我已经叫他们吹了灯 关上正门和脚门子 正乱着 只见凤姐打发人来请吃饭 游氏道 我也不饿了 才吃了几个波波 请你奶奶自吃吧 一时周睿家的得便出去 便把方才的事 回了凤姐 游说 这两个婆子 就是管家奶奶 时常我们和她说话 都是狠虫一般 奶奶若不戒吃 大奶奶脸上过不去 凤姐道 记这么着 记上两个人的名字 等过了这几日 捆了送到那府里 平大嫂子开发 哎呀 或是打几下子 或是她开恩饶了他们 随她去就是了 什么大事 周睿家的听了 巴不得一声 素日阴于这几个人不睦 出来了便命一个小司 到林芝孝家传凤姐的话 立刻叫林芝孝家的进来 见大奶奶 以免有传人 立刻捆起这两个婆子来 交到马圈里 派人看守 林芝孝家的不知有什么事 此时已经点灯 忙坐车进来 先见凤姐 至二门上传进话去 丫头们出来说 奶奶才歇了 大奶奶在园里 叫大娘见了大奶奶就是了 林芝孝家的 只得进员来到道乡村 丫鬟们回进去 有事听了反过意不去 忙换进她来 因笑向她道 我不过为找人找不着 因问你 你既去了 也不是什么大事 谁又把你叫进来 倒要你白跑一遭 不大的事 已经撒开手了 林芝孝家的也笑道 二奶奶打发人传我 说奶奶有话吩咐 这是哪里的话 只当你没去白问你 这是谁又多事告诉了风丫头 大岳周姐姐说的 你家去歇着吧 没有什么大事 李丸又要说缘故 又是反拦住了 林芝孝家的见如此 只得便回身出园去 可巧遇见赵姨娘 姨娘因笑道 哎哟哟 我的嫂子 这会子还不嫁去歇歇 还跑些什么 林芝孝家的便笑说 何曾不嫁去的 如此这般进来了 又是个奇头故事 赵姨娘原是好查听这些事的 且素日又与管事的女人们攀后 互相联络 好作首尾 方才之事已经闻得八九 听林芝孝家的如此说 便嫩般如此 告诉了林芝孝家的一遍 林芝孝家的听了笑道 原来是这事 也值一个屁 开恩呢就不理论 心窄心 也不过打几下子就完了 赵姨娘道 我的嫂子 事虽不大 可见他们太张狂了些 巴巴地传进你来 明明戏弄你 完算你 唉 快歇下去 明儿还有事呢 也不留你吃茶去 说必 林芝孝家的出来 到了侧门前 就有方才两个婆子的女儿 上来哭着求情 林芝孝家的笑道 你这孩子好糊涂 谁叫你娘吃酒混说了 惹出事来 连我也不知道 二奶奶打发人捆她 连我还有不适呢 我替谁讨情去 这两个小丫头子才七八岁 原不实事 只管哭啼求告 缠着林芝孝家的眉发 阴说道 糊涂东西 你放着门路不去 却缠我来 你姐姐献给了那边太太 做陪房废大娘的儿子 你走过去告诉你姐姐 叫亲家娘和太太一说 什么玩不了的事 一语提醒了这一个 那一个还求 林芝孝家的脆道 糊涂囊的 她过去一说 自然都完了 没有个单放了她妈 又只打你妈的理 说必上车去了 这一个小丫头 果然过来告诉了她姐姐 和废婆子说了 这废婆子原是刑夫人的陪房 起先也曾经过时 只因贾母近来 不大作性刑夫人 所以连这边的人 也捡了威势 凡贾政这边 有些体面的人 那边各个皆虎视眈眈 这废婆子常遗老卖老 仗着刑夫人 常吃些酒 嘴里胡骂乱怨的出气 如今贾母 庆受这样大事 单看着人家 逞财迈迹办事 呼腰喝溜弄手脚 心中早已不自在 只鸡骂狗 闲言闲语的乱闹 这边的人 也不和她较量 如今听了周睿家的 捆了她亲家 越发火上浇油 仗着酒性 指着隔断的墙 大骂了一阵 便走上来求刑夫人 说她亲家 并没什么不是 不过和那府里的 大奶奶的小丫头 白逗了两句话 周睿家的 并调缩了咱家二奶奶 捆到马圈里 等过了这两日 还要打 求太太 我那亲家娘 也是七八十岁的老婆子 和二奶奶说声 饶她这一次吧 刑夫人自为要鸳鸯之后 讨了没意思 后来见贾母越发冷淡了她 凤姐的体面反胜自己 且前日南安太妃来了 要见她姊妹 贾母又指令探春出来 迎春竟似有如无 自己心内早已怨愤不乐 只是使不出来 又指这一杆小人在侧 他们心内极度邪怨之事 不敢施展 便被地里造言声势 调拨主人 前不过是告那边的奴才 后来见字告到凤姐 直哄这老太太喜欢了 她好就终作威作福 挟制着脸二爷 调缩二太太 把这边的正经太太 倒不放在心上 后来又告到王夫人说 老太太不喜欢太太 都是二太太和脸二奶奶 调缩的 行夫人纵是铁心同胆的人 妇女家终不眠生些闲喜之心 近日因此着实物绝奉解 仅听了如此一篇话 也不说长短 至次日一早 见过贾母 众族中人到齐 坐席开席 贾母高兴 又见今日吴远亲 都是自己族中子直辈 只便衣长装出来 堂上寿礼 当中毒舍一踏 引诊靠背脚踏俱全 自己歪在踏上 踏至前后左右 皆是一色的小矮凳 宝钗宝琴 带玉香云 迎春探春 西春姊妹等围绕 因贾宾之母 也带了女儿喜鸾 贾琼之母 也带了女儿四姐 还有几房的孙女 大小共有二十来个 贾母独见 喜鸾和四姐 生得又好 说话行事 与众不同 心中喜欢 便命他两个 也过来踏前同坐 宝玉 却在踏上脚下 与贾母捶腿 首席便是薛姨妈 下面两六皆顺着房头背书下去 连外两郎都是足中南客 也依次而坐 先是那女客一起一起行礼 后方是南客行礼 贾母歪在踏上 指命人说 免了吧 早已都行完了 然后赖大等带领众家人 从宝门直跪至大厅上 磕头礼弊 又是众家下媳妇 然后各房的丫鬟 阻闹了两三顿饭食 然后又抬了许多雀龙来 在当院中放了声 贾舍等缝过了天地寿性纸 方开戏饮酒 直到歇了中台 贾母方进了歇息 命他们取便 因命凤姐留下喜鸾四姐 晚两日再去 凤姐出来便和她母亲说 她两个母亲素日都成凤姐的照顾 也巴不得一声 她两个也愿意在园内玩耍 这晚便不回家了 邢夫人直至晚间散时 当着许多人 陪孝和凤姐求情说 我听见昨晚上二奶奶生气 打发周管家的娘子 捆了两个老婆子 可也不知犯了什么罪 论理儿 我不该讨情 我想老太太好日子 发狠的还舍钱舍米 周贫寄老 咱们家先到折磨起老人家来了 不看我的脸 全切看老太太 请放了他们吧 说必 上车去了 凤姐听了这话 又当着许多人 又羞又气 一时抓寻不着头脑 憋得脸紫障 回头向赖大家的等笑道 这是哪里的话 昨儿因为这里的人 得罪了纳府里的大嫂子 我怕大嫂子多心 所以竟让她发放 并不为得罪了我 这又是谁的耳抱神 怎么快 王夫人应问 为什么是 凤姐笑将昨日的事说了 游氏也笑道 连我并不知道 你缘也太多事了 凤姐道 我为你脸上过不去 所以等你开发 不过是个礼 就如我在你那里 有人得罪了我 你自然送了来 敬我开发 凭他是什么好奴才 到底错不过这个礼去 这又不知谁 过去没的现情 这也当做一件事情去说 王夫人道 你太太说的是 就是真根儿媳妇 也不是外人 也不用这些虚理 老太太的千秋要紧 放了他们为事 说着回头便命人 去放了那两个婆子 凤姐由不得 越想越气越溃 不觉得灰心转杯 滚下泪来 因赌气回方哭泣 又不使人知觉 偏是贾母 打发了琥珀 来叫利等说话 琥珀见了 差一道 好好的 这是什么缘故 那里利等你呢 凤姐听了 忙擦干了泪 洗面另湿了脂粉 方同琥珀过来 贾母音问道 前这些人家送礼来的 共有几家有为瓶 凤姐道 共有十六家有为瓶 十二家大的 四家小的炕瓶 那中只有江南真家 一家大瓶十二扇 大红段子客丝 满床户 一面是泥金百兽图的 是头等的 还有越海将军乌家 一家玻璃的还罢了 既这样 这两架别动 好生鸽着 我要送人的 凤姐答应了 鸳鸯呼过来 向凤姐面上只管瞧 引得贾母问说 你不认得她 只管瞧什么 鸳鸯笑道 怎么踏得眼肿肿的 所以我诧异只管看 贾母听说便叫进前来 也屈指眼看 凤姐笑道 才觉得一阵痒痒 柔肿了些 别又是受了谁的气了不成 谁敢给我气受 便受了气 老太太好日子 我也不敢哭的 正是呢 我正要吃晚饭 你在这里打发我吃 剩下的 你就和真儿媳妇吃了 你两个在这里 帮着两个师傅 替我捡佛痘 你们也鸡鸡瘦 前儿你姊妹们和宝玉都捡了 如今也叫你们捡捡 别说我偏心 说话时 先摆上一桌素的来 两个孤子吃了 然后才摆上昏的 贾母吃壁 抬出外间 由是凤姐二人正吃 贾母又叫把喜鸾四姐二人也叫来 跟她二人吃壁 洗了手 点上香 捧过一声豆子来 两个孤子先念了佛记 然后一个一个地 捡在一个箔洛内 没捡一个念一声佛 煮熟了 令人在十字街 结寿缘 贾母歪着听两个孤子 又说些佛家的因果善事 鸳鸯早已听见 琥珀说凤姐哭之事 又和平儿前打听的缘故 晚间人散时 便回说 二奶奶还是哭的 那边大太太 当着人给二奶奶没脸 贾母因问为什么缘故 鸳鸯便将缘故说了 贾母道 这才是凤丫头支礼处 难道为我的生日 由着奴才们 把一族中的主子都得罪了 也不管吧 这是大太太素日没好气 不敢发作 所以今儿拿着这个做法子 明是当着众人给凤儿没脸罢了 正说着只见宝琴等进来 也就不说了 贾母因问 你在哪里来 宝琴道 在园里林姐姐屋里大家说话的 贾母忽想起一室来 忙换一个老婆子来 吩咐她 到园里各处女人们跟前 嘱咐嘱咐 留下的喜姐儿和四姐儿 虽然穷 也和家里的姑娘们是一样 大家照看精心些 我知道咱们家的男男女女 都是一个富贵心 两只体面眼 未必把她两个放在眼里 有人小看了他们 我听见可不一 婆子应了方要走时 鸳鸯道 我说去吧 他们哪里听她的话 说着便一进往园子来 先到道乡村中 李婉与游士都不在这里 问丫鬟们说 都在三姑娘那里呢 鸳鸯回身又来至小翠塘 果见的园中人都在那里说笑 见她来了都笑说 你这回子又跑来做什么 又让她做 鸳鸯笑道 不许我也逛逛嘛 于是把方才的话说了一遍 李婉忙起身听了 就叫人把各处的头 换了一个来 令他们传语诸人之道 不在话下 这里游士笑道 老太太也太想得到 实在我们年轻力壮的人 捆上十个也赶不上 李婉道 凤丫头仗着鬼聪明 还离脚踪不远 咱们是不能的了 鸳鸯道 爸哟 还提凤丫头虎丫头呢 她也可怜劲儿的 虽然这几年 没有在老太太太太跟前 有个错份 案里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 总而言之 为人是难做的 若太老实了 没有个激变 公婆又嫌太老实了 家里人也不怕 若有些疾变 未免又治一斤损一斤 如今咱们家里更好 新出来的这些底下奴子 号的奶奶们 一个个心满意足 都不知要怎么样才好 稍有不得意 不是背地里咬舌根 就是挑三窝四的 我怕老太太生气 一点也不肯说 不然我告诉出来 大家别过太平日子 这不是我当着三姑娘说 老太太偏疼宝玉 有人背地里怨言还罢了 算是偏心 如今老太太偏疼你 我听着也是不好 这可笑不可笑 叹春笑道 糊涂人多 哪里较量得许多 我说倒不如小人家人少 虽然寒素些 倒是欢天喜地 大家快乐 我们这样人家人多 外头看着我们 不知千金万金小姐 何等快乐 殊不知 我们这里 说不出来的烦难 更厉害 宝玉道 谁都像三妹妹 好多心多事 我常劝你 别总听那些俗语 想那些俗事 只管安抚尊荣才是 比不得我们 没这轻浮 该硬着闹的 游士道 谁都像你 真是一心无怪 只知道和姊妹们玩笑 饿了吃 困了睡 再过几年 不过还是这样 一点后事也不虑 我能够和姊妹们 过一日试一日 死了就完了 什么后事不后事 李丸等都笑道 这可又是胡说 就算你是个没出息的 钟老在这里 难道他姊妹们 都不出格的 怨不得人都说 他是假长了一个胎子 究竟是个又傻又呆的 人事莫定 知道谁死谁活 讨货 我在今日明日 今年明年死了 也算是碎心一辈子了 众人不等说完 便说 可是又疯了 别和他说话才好 若和他说话 不是呆话 就是风话 喜兰音笑道 二哥哥 你别这样说 等这里姐姐们 果然都出了格 横竖老太太太也寂寞 我来和你做伴 李丸游士等都笑道 姑娘也别说呆话 难道你是不出格的 这话哄谁 说得喜兰低了头 当下已是起庚时分 大家各自归房安歇 众人都且不提 且说鸳鸯一静回来 刚至圆门前 只见脚门虚眼 游位上栓 此时圆内无人来往 只有该班的房内 灯光眼映 微跃半天 鸳鸯又不曾有个作伴的 也不曾提灯笼 独自一个 脚步又轻 所以该班的人 皆不理会 偏生又要小姐 阴下了永路 寻微草处 行之一湖山石后 大跪树阴下来 刚转过石后 只听一阵衣衫响 下了一惊不小 定惊一看 只见是两个人在那里 见他来了 便想往石后树丛藏朵 鸳鸯眼尖 趁月色 见准一个穿红裙子 书棚头 高大 风壮身材的 是迎春房里的 斯琪 鸳鸯只当他和别的女孩子 也在此方便 见自己来了 故意藏夺 孔吓着耍 音便笑叫道 斯琪 你不快出来 吓着我 我就喊起来当贼男了 这么大丫头了 没个黑家白日的 只是玩不够 这本是鸳鸯的细语 叫他出来 谁知他贼人胆虚 只当鸳鸯已看见他的手尾了 声孔叫喊起来 使众人知觉更不好 且素日鸳鸯又和自己亲后不比别人 便从树后跑出来 一把拉住鸳鸯 便双膝跪下 直说 好姐姐 千万别扰 鸳鸯反不知阴河 忙拉他起来 笑问道 这是怎么说 斯琪满脸红胀 又流下泪来 鸳鸯再一回想 那一个人影 恍惚像个小丝 心下便猜着了八九 自己反羞的命红耳赤 又怕起来 音定了一会儿 忙敲问 那个是谁 斯琪傅跪下道 是我姑舅兄弟 鸳鸯翠了一口道 要死要死 斯琪又回头敲道 你不用藏着 姐姐已看见了 快出来磕头 那小丝听了 只得也从树后爬出来 磕头如捣蒜 鸳鸯忙要回身 斯琪拉住苦求 哭道 我们的性命都在姐姐身上 只求姐姐超身要紧 你放心 我横手不告诉一个人就是了 一语未了 只听脚门上有人说道 金姑娘已出去了 脚门上锁吧 鸳鸯正被斯琪拉住 不得脱身 听见如此说 便接声道 我在这里有事 且列住手 我出来了 斯琪听了 只得松手 让他去了 在最后 机 要 尤家 百合 � moderate